好,大家好,欢迎来到昆蓬区解说战争雷霆 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这个夏日活动这个总动员 现在还差最后一个坦克手之星12 包括当然飞行员水手也是一样的 昆蓬区在之前因为前两个错过了 现在还在等最后一个压轴撞线去获得这个爆C2A1这个大奖励 对吧,当然同时呢,除了这个模式 这个新模式真是层出不穷啊 改景直接又推出来了另外一款模式坦克两项赛 当然呢,之前已经出来一周了 昆蓬区现在也是赶紧把它做上 之后呢,还有七天的时间可以玩 那么对于这个新模式,它为啥叫两项赛呢 以及它有些什么注意事项呢 昆蓬区就准备在后面给大家讲解 尤其是这里要给大家分享很多昆蓬区压箱底的坦克驾驶的技巧 对吧,好,那么我们下面就进入昆蓬区讲 片子环节 我们之前就提到过对于一个坦克,尤其是现代的主战坦克 我们都从三个方面去进行性能的评价 那就是机动性能,进攻性能和防御性能 尤其是对于我们现在啊,大家可以去看很多军演或者军事博物馆里面展示 有些时候会有真实的坦克进行表演 那么对于这些东西啊,我们一般都是看它的机动性 机动性能呢,那就包括比如说公路的最大时速和转向性能 以及越野,翻越路障,爬坡以及渡水等等一系列的不同的野外的路况 而对于进攻性能呢,一般也能够有所展示 包括火力,它有一些弹肿的展示啊 包括打穿钢板,这个多少厚度这个穿深 以及还有一些更多表演成分的,像火控 包括稳定器就有什么炮管局,红酒杯啊什么的 以及行进间设计 当然还有很多比如说可能不是那么好展示的 像炮镜啊,测距仪啊,夜视仪,热成像等等 而最不好展示的就是防御性能 为什么呢,首先你不可能拿一个半成品的样车过来被人打靶 对吧,如果你是拿一个成品车 那你如果拿来打靶的话,这个车受损了,车也很贵 尤其是里面人要是在有个伤亡 那就不太好了,对吧,不太符合现代坦克展示这么一个特点 同时你让谁去打它呢,对吧 那就搞成了真实对战 这也有点不符合这种表演的属性 所以总体说来,现代坦克一般我们表演和展示 也就是机动和进攻两个性能 这也就是我们这个坦克两项赛的来源 就赛的是这两项,而不是三个基本的性能 好,这个比赛本身,这个游戏设计本身 现在目前只有三个车可选 包括苏系的这个T72B3,T80U 这个也是为T72B3这个车的出现做铺垫 因为之前有T72A是9.3,T72B是9.7 现在我估计很快就会出T72B3 10.0 而咱们之前就说过T80U号称飞行坦克 它肯定是跑得最快的 所以大家一般也会选它 此外可选呢,是中系的ZTZ 964,96A4 这个权重是9.7 但是大家进去一玩就会发现 远远没有T80B开得那么快 所以如果想获胜的话 尽量要选这个T80U 好,此外呢,这个地图是一个四人赛 然后是以历史模式进行 而且是一个特殊地图 进去过后呢,我们首先会等30秒 这个预备时间 然后大家一起开始跑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图 是在我们这个右下角 是一个规定的路线 好,很有趣的是 首先你会需要这个赛跑 包括像我们刚才提到的 这个直线跑 越野 转弯 包括有一些路障 然后需要爬一个小坡 以及渡水 等等一系列不同的路况 都要测试 所以大家这个驾驶能力 是要得到一个极大的考验 虽然大家可以想到 在比如说普通历史厂下面 开车总体说来不是什么问题 对吧 但是如果说现在告诉你要计时来比赛 那就还是很不一样 一些小小的区别就会导致耗时巨大的不一样 大家就能看得出来 有些操作好的人 为什么他能很快到达一些狙击点 或者很快占据有力的位置 对吧 这些都能反映出来 好 除此之外呢 还有打靶 打靶呢 有两个 首先禁止打靶 要打爆七个 移动打靶呢 是三个 当然他叫移动靶 但是你也可以停下来再打 但是这样就更慢 所以这也更考验大家的水平 昆蓬居之前在半人马那一期里面 做过行进间射击这个事情 就是怎么说要算好核速度啊 说白了就是你的车在往前开 而你的炮弹打的方向 那就不能直接对着他 要考虑自己跟他的相对速度 但是呢 当时昆蓬居总体说来是觉得 这件事情啊 它是一个有点随机性 有点机缘巧合 那么我们现在 在这个模式里面 你是必须要打过这么多 才让你过去 否则的话 你就会卡在那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没有不保险的话 还是尽量停下来 保证打中 这样 如果你与其打不中的话 因为他一开始 他只给你七发炮弹 打完过 他会进行一个短装填 就更慢了 对吧 尤其是你本来坦克装填 也需要时间 好 当然他这个跑的过程中啊 为了避免你 这个到处乱跑 或者是不知道往哪去 他会有几个 每次都有箭头提醒你 前进的方向 像昆凤剧第一次玩的时候 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 感觉跑完了一周 诶 怎么不知道在干嘛 然后又得去重新跑过 好 还有就是我们刚才没有说到 给的车都是给的完全体 包括有激光测距仪和热成像 这样可以方便大家打靶的时候测距 当然如果你水平足够高 可以完全不测距 直接抬手就打 那肯定也能节约一些时间 但是呢 他给的是一个破甲弹 有时候个人感觉会出一些bug 比如提前被引爆啊 虽然这个靶场中间 似乎是一个空旷的地方 但是有时候会偶尔遇到 这种类似于bug的问题 好 我们说了这么多 我们后面来讲讲啊 因为我们之前一直都是讲的 比如说各种坦克都是 都是关于火炮的一些小技巧 怎么打人的这个技巧或者策略 这一波呢 我们顺便就借助这一次来讲讲 驾驶中间的很多技巧 来做一个总结 以及一些案件放在这 大家不要小看这个 因为驾驶的好 可以避免你撞墙撞速 停下来 或者是尤其是才出生的时候 跟队友撞一起 对吧 都会耽误很多时间 而且影响心情嘛 对吧 你本来想去站点 结果挡了一下 没有站到 那也能直接影响 这个比赛的进程 好 首先我们要说一下 这个转向 现代的这些高级坦克 它都有双流传动 可以支持原地转向 但是呢 在这个模式中啊 我们要知道 它是需要你转向非常快 对吧 你那样原地转向相对要慢一些 那么我们首先就要了解 坦克转向 它跟普通 我们开的汽车是不一样的 汽车 它你方向盘一打 它一般前轮 它就会转方向 那么你就直接 对吧 后轮直接带着它一起 它就能够朝不同方向去转 但是对于坦克 它没有前轮后轮之分 它没有这种主动轮 重动轮可以调方向 它只能调节两侧履带之间的速度差 那速度快的一方 就会向 就会推着往另外一边转 对吧 那么正是由于这个特点呢 理论上说 我们应该把坦克加速 越快越容易转向 而且不仅如此 它速度越快的情况下啊 这个转向带来的这个衰减就越少 大家应该都有经验 比如说尤其是白板车 没有研发履带啊 发动机等等一系列的东西的时候 你在刚开始重申点里面 这个才出门 那个时候速度为0的时候 你要想转向 要是差一点的车 经常要跟队友碰个好几次 对吧 而你后面比如说开起来了 速度快的情况下 那么转向 那就相对要容易一些 而且减速也减的不是那么多 对吧 转弯导致的减速 当然这一点呢 我们都是指的对履带的坦克 对于那些轮式突击炮呢 那不适用对吧 轮式突击炮 它毕竟前面的两个轮 普遍的话还是可以转向的 所以大家转向的时候 还是得减速 好 此外呢 第二个就是换档 昆蓬菊之前提到过 但这也正好放在一起 在我们按键里面啊 有一点就是这个变速箱 巡航 其中加档是默认键 是E 退 倒退档是Q 一般呢 大家 通常情况下我们都是用这个WS 加油门 减油门 加AD 左转右转 对吧 这是常见的 但是比如说你要长距离行径 像某些图 比如说很多那种比较空旷的图 大家一般你这样一直按着W 不仅手累嘛 对吧 而且对按键也不好 所以大家就直接按E 一般说来一个坦克都有好几个前进档 每按一次E呢 它就加一档 然后加到最高就叫显示就是急速巡航 急速巡航的时候 它就会默认 因为我们一般都是把这个自动换档选的 是 它就会调节根据你的这个路况 比如说爬坡了 它这个档就会降低一点点 然后如果是直路 它档就会越来越快 这样也是一个一个小技巧吧 好 这是关于这个 当然后退也是 一般坦克都有一到两个倒退档 对于倒退档呢 也是一样的 但是毕竟倒退的时间不是那么多 所以按S也是可以的 但是前进昆龙就是推荐用这个 而且尤其是对于一些重型坦肩 包括重型坦克 重型坦肩 二战的坦克 它们本来开的就慢 对吧 你按起来更费劲 不如直接让它最大时数 对吧 一系列 比如T95硅壳 比如说什么土硅啊 猎虎啊 等等一系列的 什么 召合神官啊 等等一系列东西 好 这个换挡还有一点好处 如果说之前那些都是一些 不是必须的话 那么有一点就是有些车 它有战斗挡 比如说很多导弹发射车 包括防空车呀 部战车呀 它们一般要求都是在低于五公里以下的时速才能发射导弹 所以呢很多高级这个部战车它都会设计一个战斗档 战斗档的情况下呢它就保证你的速度都是在三四公里每小时这么个情况 不会超过五 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就能发导弹 但是大家可以想象三四公里每小时 那个是非常慢的 跟停下来不动也差不多了 可能更多是真实世界里面可能有用 但在这游戏中其实差别不大了 不如停下来那几秒钟 好 除了换挡之外呢 还有发动机 当然现在呢 高级坦克 比如说为什么T80U它开得快 就是因为它有那个涡扇发动机对吧 或者说涡喷把这个具体细节 规模具不是特别清楚 但是它肯定是这个 一听这个燃气轮机大家就听得出来 就是把飞机里面那个搬下来的 包括埃博拉姆斯也是有类似的发动机 所以导致很多发动机啊 一听大家就能大概猜到周围有什么车 正是由于此 我们可以利用别人的发动机来辨别 我们就得降低自己发动机的声音 这个在历史模式下也是非常有用的 当然了如果你是比如说隐蔽的时候 你关闭了发动机 虽然不会产生声音 但是呢 它设计机制里面有一点是给坦克的电池充电 这个电池呢 直接设计的就是炮塔的转速 因为都是电动炮塔 需要电机驱动嘛 如果你把发动机关了的话 它这个电池就会逐渐的减少 减少了过后你那炮塔 比如说一开始比如说有50度每秒 就会降到10度或者5度每秒 当然50度每秒有点太快了 对于主战团可能20-30度吧 就平均说来 好 此外呢还有一点就是驾驶员视角 空梦局之前在视角模式里面也提到过 比如说你可以在视角里面设置 像空梦局是设置的U 这个目前好像暂时没有什么用处啊 反正大家可以去找空梦局之前的这种 看起来就像一个小方框 周围都是黑的 所以也被人戏称为叫投币孔视角 对吧 就像投币孔一样 你在那个叫什么这种储蓄罐的 投币孔里面往外看 大概就这么个情况 好 最后一部分呢叫悬挂 这部分呢一直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存在 向后倾斜向前倾斜向右向左 还有减小间隙 增大间隙和悬挂复位 这部分呢案件上面一般默认是 Alt再加某些件 空梦局要把它设成了 跟对应前进倒退左转右转相关 但这部分呢空梦局不准备在这儿提 因为首先他只有一些特殊坦克 航空车坦间才做了 而且用途啊 目前看来是比较复杂的 很难在这个 因为毕竟我们这部分是讨论驾驶 而悬挂更多的是跟扶杨角相关 对于一些特殊的车 这里先卖个关子 我们未完待续 今后再提 好 这基本上就是 昆蓬军脑子里存在的 关于驾驶相关的一些小技巧 还是一样 抛砖引玉 希望对大家不仅是这个模式 包括今后的各种历史或者街机都有帮助 好 我们现在回到游戏中 好 我们在第一波那肯定是这个飞行坦克80U 我们也是换了一个这个很骚气的蓝色的涂装 旁边几个也都是80U 相当于是完全看技术 车都是一样的 大家都知道选一个最好的车 好 我们这个第四号顺位啊 这个位置其实不太好 你看这个路上中间有个大坑 而且它转弯都比较急 哎呦 这个人差点撞到我们了 我们还是很受影响的 好 赶紧往前 就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这个弯道 我们的弯道最急 你看一下子没有转好 我们排名直接到第四去了 好 下来过后 开始到第一个 也就是这个蛇行走位 蛇行弯道 这个地方啊 要把速度尽量降下来一些 你看我们这第一波 转弯没有转好 哎 旁边有人碰了这个栏杆 尽量把这个车的这个幅度把它变小 这样节约时间转起来 好 我们成功一个都没有碰 非常好 然后这一波呢 要跟着这个黄色箭头走 它让我们相对是合并到第二三这个道上去 你看我们现在又是最后一路 当然空中鱼之前也就说到 这个模式目前玩的并不是很好 但是这个作为介绍吧 包装预力 好 这一波过来过后 是一个上斜坡 好 前面又有队友 哎呀 我们这个给的路线要跟它撞上了 这太气人了 好 我们也碰到一个 那还行 现在把 哎呦 我们这个转弯又碰到了一个 又让我们慢下来了 好 过了这个路过后 是一个 这个 方形的石头 你看我们 开过去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它那箭头 给到我们两个 这个栏杆中间 好 然后是一个 转弯的路线 80uniton确实还是很快 转着弯都能保持40以上 实现的话 分分钟上50 50多 跟其他几个完全没法比 好 下一个是这个射水 这个环节 三个 这个 这个 敌人的这个 已经给我们拉开了一定的差距 好 在水里 它的 时数 是稳定在 19 左右 好 爬上岸之后 要准备进入射击环节了 其实 80u 这个炮啊 因为它放大倍率 实在是太大了 导致这个边上啊 这个 第一是有黑边 第二是 测距测出来的数值都看不清了 要仔细看 而且80u这个炮塔重装 实在是太快了 给人一种紧张感 好 我们这一波过来过后 就采用这个 斜着进入这么一个策略 斜着进等会起步快一些 好 我们这个靶有两种 一种是大的 必须用炮去打 好 测了一下锯 是 1400多 我们这一发居然没打中 第一发 实在是下饭了 好 这第二波 打爆 然后还有一种呢 是机枪把 机枪把呢 它是竖的要高一些的 直接机枪就能扫得掉 你看这个有点 有点让昆仑具有点迷惑啊 它是相当于一个把是竖起来的 打到上面也行 好机枪把直接用机枪就行 好 非常好 第四个机枪把 打掉 然后这一波是 冲锅锯那个以为没有打掉 可能是好 第五个打爆 哦 第六个我们到那么高的高台上去了 这个肯定要测去 测出来1400多 好 就是第四个 第五个还是一样测个距离 这个近一些800 好 这个我们是打的还比这另外两个人要快一点点 但是我们转过去被它挡住了也是很气 好 赶紧往前冲 看看能不能赶上这个第二名 下面是进入三个行径间设计 虽然叫行径间你也不一定要行径间 你看我们这第一发 刚好非常好在行径中打下来了 但是但是被它堵住了 我们第二发在这个位置 好测一下距离 好非常好 第二发 第三发在很远的地方还是得测比较放大 因为你看就放大了 这个实在是放的太大 对吧 连这个刻度都看不到 好 可能刚才那一发没有打到 现在才是把三个打完 哇 为什么那有一个一个敌人 这个还没有打得爆 估计它不太会测距吧 可能是 最后这一波最后一个弯道 我们现在反正排名也就第三 这么个情况 好 最后这个直线加速 分分钟能够加到50去 这就是这么一波 我们也是算尽力而为吧 你看这就上50了 好 好我们这一波大家可以看到本来是玩的慢出了天际用的T7R B3 但是好像有bug 系统认为我们可能开始新的一局给我们排名第一 好拿到了一个奖励 是这个CAMEL 这个相当于涂装 这个涂装呢只要获得两个就能够兑换一个任意一个都是顶级车的一个非常炫酷的这么一个皮肤 包括M1A2 包括M1A2 然后T80 哦这是72B3 然后我看80U 80U 80U 然后包括96A 还有什么哦还有下一页 可能当然有供养PSO 对 然后C1供养PSO 然后瑞典的122型 之外还可以兑换一些一些船的这个 当然船呢受众要稍微小一点点各种颜色 当然这些涂装呢更多是一种炫耀 对吧 这个实战的用途没有那么高 这也是这么一波拿来这个挺有用的 好我们这一波是这个T72B3 这是一个现在游戏中还没有加进来的载具 也算是可能他提前放出来给大家测试打广告 呃分房是10.0 所以跟10.7的80U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呃毕竟是T72的一个改型吧 之前有T72AB 现在是来了一个B3 哎呦这一波我们是被人撞了一下呀 也是很亏 这个T72的这个最大的特点是他面前是采用了楔形装甲 跟跟80B和U这个系列 包括之前并不是那么一脉相成 跟中系的96A有点像 都是这个楔形装甲 好我们这一波 可以稍微快一点 因为刚才已经给大家看过了 好还是一样过这个蛇心走位 第一个因为速度太快转弯的时候有点不可控 毕竟这个车它 它跟80U比起来还是有一些差距 所以直线加速也没有那么快 所以直线加速也没有那么快 不过昆凤剧就本着都都试一下 都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么一个特点 对吧 我们这一波也可以看到是用的它这个默认的除装 是一个红的 嘿你看 你看我很搞不懂啊 为啥我们这个并道要并到那边去 这个黄箭头 也是很细 没办法 你看它在这个 这个有点弯的弯道下面速度也就是 三十五到四十之间 能上四十 那就意味着是比80U要慢很多 但是比96A要稍微快一点点 好这一波又是上波 过来过后直接 哎很好好像没有撞断柱子 但是我们已经比 哦这缩着马上就撞断了 撞断了一个 但是我们前面那三个人已经都跑得没影了 都已经跨过了 比我们多走了一个障碍物了 好还是一样 到转弯的地方 啊我们这波转的又稍微过了一点点 所以昆蓬局的驾驶技术还要再多提高 404041 不过在最后一段那个直线冲刺是比较看得出来它的 而因为那是硬的路面不是这种越野路 所以能够看到它最大的尺寸 好下面是进河里 进这小水塘不叫河里 就渡水这么一个测试 渡水性能跟80U差不多 也是19 你看这个线型装甲就看得到了 正脸炮台上面 不过一贯这个 这个书系的都是以炮塔越小越好 减少备弹面积对吧 车就看起来很扁 而且自动装弹机取消了装天手 这就是一脉相承的 三人成员组对吧 好也有热成像 加激光色巨仪 这些是差不多的 昆蓬局一度就在下 哎你看还能上50速度 在这个线性状态下 为啥只是拿中枢来比不把其他 说不定什么 鲍娃A5啊 或者公羊啊 跑的也挺快的 艾布拉姆斯 尤其是 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个设计 只是设计这两个系 好我们斜着进来 开始打靶 还是一样的 一开始是 一开始是坦克靶 挺远的 可以从这就看得出来 虽然这是有激光色巨仪 跟热成像 但是啊 这是一个机枪靶 但是我们这个机枪没有扫下来 没扫下来就赶紧 对吧 就别浪费时间 好 但是这个炮进放大倍率 跟80U比起来 那是小了太多 而且尤其是二段 二段放大 根本没啥 没有明显的变化 这种就弱很多 最好的情况是 一段 这是一个机枪靶 打下来了 另外一个又是一个机枪靶 不近 一段放大倍率小 这样视野比较开阔 哎 这是一个很近的机枪吧 运气很好 远处还有一个 哎 这一波直接用机枪就扫下来了 最好的情况是 一段放大倍率小 视野开阔 二段放大倍率大 可以聚焦到某一点 对吧 所以80U都符合这两个特点 其实并不是所有10.7的车都能满足 10.3或者10.7 比如说像挑战者 条2是能满足的 但是公养几个却不是 公养几个 其实靠近倍率 第一段放大倍率就太大了 而第二段放大的就不是很大 不是很明显 当然今后昆蓬局等做到了 再说 这波行进间射击 第二个靶子居然没有打中 好 第三个 好 第三个我们是真正做到了行进间射击 你看他还有一个抛弹孔 刚才没有说 这个 T64AB 从T62开始就有这个抛弹口 到这个72也有 到80U 80B好像就没有了 好 最后这波赶紧往前冲 我们下面 我们后面那个敌人他是自爆了 最后一个 他是看到夺冠无望 他就直接退出了 所以我们应该是能够拿一个第三的成绩 不过呢正如我们刚才说 你看这公路的最大时数 目前看到能够达到一个57 这么一个情况 好我们这波另外 这个号刚好是中细有五级的 然后我们直接就是把这96A抬出来 这一局呢很巧 有一个人直接没有进 是一个三人的游戏 但是啊这个96A 大家可以看到虽然他是一个9.7 但是跟80U完全没法比啊 最大的时数 最大的时数 你看走直路也就37 38 我们德罗里看到越野 当然这已经是越野了 如果是遇到障碍物 包括是涉水这些的话更慢 毕竟跟飞行坦克还是没法比 毕竟跟飞行坦克还是没法比 好我们这波转过来过后 上桥 这个转弯转起来也没有那么顺滑感觉 好 这波过来 不过这个是一个有解放军八一 涂装的这么一个彩色的 这皮肤还是挺好看的 看起来 而且这个皮肤是唯一一个彩妆 没得选 只能用这一个涂装 好我们直接 转这个过这个弯道 好 从这开始因为都一样嘛 所以我们就稍微快一点点 主要是看等会儿其他的表现 好转这个大弯 然后可以看到另外一个 这个 这个对手已经退出了 这就变成了一个两人赛了 相当于 而我们已经被拉了不知道多远那么远了 好这波也是 查这个杆 这个也是算是过障碍物的一种吧 这波 在这儿的时候 哎呦没有转好 连续连续碰断三个才转过 连续碰断了四个 就更慢了 是的 好 好 经过 现在开始转这个又是一个大弯 连续的几个左转右转弯道 好 敌人都已经跑得没影了 那么的快 好下面是进入 渡水这么一个阶段 好 这个速度一下子降到了17 好这一波是一个直到 然后就开始到打靶 你看那个敌人80U早就已经开始后生震天了 好我们先提前热成像打开 叫炮叫了一个700米 还是一样的策略 斜着切进去 这样的话等会开开开走就比较快 好 叫炮 700多米 我们可以把敌人给标出来 好上面远处 这个肯定得叫炮 叫出来1450 这一发居然打低了一点点也是亏啊 叫了个1400 我以为能打得到 好 你看这个装填的速度也是挺慢的 好这些把是机枪能够扫的 好机枪把一个 好机枪把第二个 哦他在另外一边很远 这个机枪把第三个 好机枪把第四个 哎我们这才打了六个 怎么就急着想走 突然想起来好像才打六个 赶紧转过来发现那还有一个等着我们的 好叫一下炮 好非常好 打下来了七个把都打完了 我们直接往前 开始了这个行进间的三个把 好我们这第一发是真正意义上的行进间 而且没有测距的情况下 但这个太远了算了我还是停下来打的比较稳 好第二个 第三个看起来似乎也挺远的 我们又想哎呦这一发行进间打飘了 还是老老实实停下来测个均 好 非常好已经迫不及待的加的数了 好当然这一波呢 因为我们反而就两人我们最后也是得了第二的成绩 这个你看整个这么开下来最大时数也就30多 比如这条路 所以看得出来还是有差距 哎这是完全的直路加速还是能加速到40 好我们这一波除了有坦克两向赛 它还有一个额外的模式 可以算是这个叫什么暂停暂炮停两向赛 但是呢这个模式它只有苏联有 而且是以街机的这个方式 因为毕竟历史模式我估计转弯转的都太慢了 像街机这个船它才开的在一个比较快节奏 对吧可能拿来比赛 好我们就是大家都一样是PR206 这么一个鱼雷艇吧应该算 有四枚鱼雷 它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跟坦克是一样的 你要切着这些箭头走 然后 可以打一些空中或者地面的目标 一旦打爆了呢它就能获得一个加速 它它说的叫做 否则的话其实大家速度差不多对吧 因为你在海里反正阻力都差不多 转弯呢大家也 我估计也差不多拉不开差距 那就看你在这个行径间打不打得准呢 好 我跟我们去再打一个这个好样的打爆了一个你看我们就获得了一个加速 加到了 它这个回放模式并没有显示速度 我们是加到了大概120左右 估计不知道它这个单位是什么 好 好 又打爆一个又获得了一个加速 但是我们现在排名第四 这个不容乐观了 赶紧往前 好那边是一些驱逐舰 驱逐舰你用这种机炮肯定是打不爆的 得用鱼雷 但是 你与其去描那些东西 当然它是静止不动的也好描了 我们不如赶紧往前跑 好我们这波 直接好像是反反超了 拿到了 第三的成绩了 排名第三现在 但是我这个第四名也是重追不舍 哇我们还一度跟它撞了 快点撤翻 好这边有一些也是一些可以打的目标 但是晃得厉害 而且很小 没有打中 算了直接奔着往前开吧 反正我都不知道哪些东西可打 反正就跟着跟着敌人一起 它往哪打我们就往哪打就行了 好这个赛程已经过半了 我们不幸啊又被反超了又变成第四了 好这边我们是发雷发鱼雷想打那一侧 但是因为你看这个鱼雷挺它 它这个方向啊相对是比较固定的 这个角度它只能朝行两侧不远的一定的角度 所以我们也没有再去描 好这波要从两个小岛之间过 我们这个箭头怎么拉的那么远 没办法我们要绕一个比较大的弯 其实它也不是说那么严格 非要 非要倒才行 但是最好还是直接在它正下方过 对吧 好敌人在打天上 天上有一些这种 有点像热气球一样的东西 其实二战初期的时候那些有种防空 就是利用这些什么热气球啊 甚至是拉一些钢锁 对吧 你飞机飞过去就被钢锁切成几块了 通过这种方式来防空 这也是就沿用了这个模式吧 好我们这波是成功甩开了最后一个 因为我们转弯转的幅度 我们是内圈嘛 要快一点 但是现在前面还有俩 我们已经快到终点了 好这一波转弯我们又有 又有点优势 又是拿到了内圈 我估计这个 你看我们还打爆了一个 我估计它也是没办法 它也是系统给它设置的 黄箭头逼近在那 所以它好 我们这一波是跟第二名 是相对来说靠的比较近了 因为海战这个设计它是一样的 就是你只需要掌管方位 前后的这种行径间设计 我们这个是一个 叫Speed Boot 好像是 呃 然后玩了过后 呃 对于距离长度 这是系统自动的 也是相当于 简化一些 当然如果想的话 可以在系统里面设置 不让它自动瞄准 长度也需要自己去控制 那就难很多 对吧 好这一波 哎我不知道那个第二名 它是 它绕到哪去了 我们这波是 有机会感觉 好反超了 已经到第二的这么个成绩 马上就到终点 最后两个这个 checkpoint 最后这两个 检查点 好我们是 反超了这个 获得了一个第二 也算不错 从一开始 起步第四名 到第二 这就是这一波 好我们这也算是 这个活动的 有始有终 我们这波 也是一个街机 三杀两助攻 这么一个情况 这个 然后完成了 这次的第12颗星 总计10颗星 拿到了爆 C2A1 M1XAS的对讲券 这个呢 可以今后 在这个交易所里面出售 是一个超稀有的 然后我们也可以 因为我们这个号 本来就会玩 所以我们直接 直接把它点亮 给大家也算 看一下 补权之前 没有用起来的 好 这一波我们 它应该是街机9.0 历史是9.3 我们直接给它兑换掉 好拿到了 这个C2A1 然后我们这波 选择成员组 我们先把它 暂且安排到 120爆这个位置 组成一个9.3的全对立 好可以简单看一下 这个车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 爆衣的改型 然后外面有了很多护甲 对吧 我们先看一下 它在这个 这个科技树上面 你看果然是一个 在这个高级载具里面的 银币收益 所有都需要自己改装 但是有DM33激光测距仪 跟夜视仪 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它最大的卖点 是有附加装甲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 类构 对吧 类构或者装甲 它是有裙甲侧面 复合装甲 然后前面有复合装甲 正连有复合装甲 这个炮台也是有的 但它本质其实还是一个爆衣 所以权重也还是就那样吧 你看我们假设是历史的话 它就是一个 应该是一个9.3吧历史 历史也才是9.0 好吧 好 那这就是我们这一部分的全部内容 谢谢大家 再见